我是古阿牧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香蕉穿透的實驗 在古靈驚嘆這部影集裡面有一個壞人 他非常壞 他把香蕉拿來削尖之後 放到冷凍庫裡 等結冰拿出來之後 就變成一把香蕉匕首 然後他用這個香蕉匕首 輕易的穿透了他男朋友 送他男朋友上幾天 所以問題就來了 冷凍香蕉匕首 真的有這麼強的殺傷力嗎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場地呢 是我們的好朋友 露營聖地半島秘境 借我們的私人空曠場地 我們會在這邊從削香蕉開始做實驗 這應該像削鉛筆一樣就行了吧 有尖嗎 而且這隻是彎的耶 我是不是應該要找一隻直的 比較好測試他的穿透啊 為什麼這個香蕉皮黏這麼緊啊 還是我可以直接削啊 其實我不用剝對不對 對嘛 我還在那裡剝 好啦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大軍 哇靠 你怎麼削這麼尖 你好會削香蕉喔 我看一下 可以嗎 可以可以 你的好尖喔 你以後可以考慮賣水果 好啊 OK 那我們現在就拿去冷凍庫冰冰看吧 你上來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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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 有有有 幹好重喔 我們應該交換位置的 對 啊趕快是不是要丟下去 香蕉 看不到香蕉啦 它消失在煙霧中了 這應該很快吧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要同步準備 我們有準備一顆西瓜 就是我們待會先測試 這個冷凍香蕉匕首 它的穿透力能不能輕易的刺穿西瓜 哇這個瓶子都變得黏黏的耶 應該結冰了吧 哇幹超硬的 欸可以喔 冷凍香蕉出來了 欸你看冒煙的喔 OK各位 冷凍香蕉 第一次測試 嘗試穿透西瓜 來囉 3 2 2 1 不是 斷掉了 欸斷了 來了 不 不 斷了 但是我的頭刺到你裡面了耶 看得到嗎 摳不出來 破皮而已耶 沒有刺穿 沒有結冬的香蕉 應該很容易捏碎吧 我現在是捏不碎的喔 所以我們再試一次 欸我還沒捅我的頭就掉了 這隻是你削的 對 你的頭很軟 快快快 3 2 1 踢 踢 可以喔 我捅到你裡面了 好厲害 深嗎 滿深的 我捅得很深吧 欸很硬耶 我操 練掉了 好OK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冷凍的香蕉匕首 還是有很不錯的穿透力 然後我有準備了豬肉 就是我想說豬肉它有皮嘛 有脂肪嘛 可能跟電影裡面 香蕉去刺的東西比較接近 豬肉來了 好滑喔 你應該要把皮的部分對著我 好 這隻是我削的 可以 你看我這把 更直更尖了 第三次測試 3 2 1 我的香蕉斷了 但是是後面 再來一次 3 2 1 不行耶 完全捅不穿耶 好爛喔 這裡還有一個是嗎 你做的 剛剛捅吸刮的 那再用這個 看看 要等待一下 我們在這裡感謝這些 香蕉的付出和貢獻 它讓我們得到相當良好的 實驗經驗 哇 這個頭都掉了 第四次測試 3 2 1 我沒抓好 你這隻真的很粗很硬耶 對對對 很粗的 用力 這麼硬的嗎 它的皮好硬喔 所以它頂多只能讓它厚切喔 那你放著我用刺的 所以豬肉比西瓜硬這麼多 它的皮都沒受傷耶 我們換一下豬皮好了 好 你幫我拿那個豬皮 我們直接測試一下 好來 其實它這個節動蠻快的 第五次測試 冷凍香蕉桶豬皮 這次不是豬肉 是豬皮 來囉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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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香蕉也沒斷耶 其實真的很硬 好滑喔 很滑 斷了啦 幹爛死了 不行啊 我們吃不破豬皮跟豬肉 我們測一下 剛剛半島秘境贈送我們 實驗用的胡蘿蔔 還是我們桶豬肉試試看 就是把皮剝掉桶肉 好啊 那你先幫我把皮剝了 好 胡蘿蔔感覺就硬囉 我們好像做菜節目 冷凍胡蘿蔔比手 第一次測試 3 2 1 1 我的頭 你看我的頭卡在裡面了 黏住了 我受傷了 你的肉受傷了 對 比手應該是用刺的 3 2 1 又進去了耶 有力 OK 所以胡蘿蔔的堅硬度 是可以刺到 一層厚厚的豬肉裡 可能比香蕉好用一點 那我們剩最後一個胡蘿蔔挑戰 剛剛沒刺穿的 豬皮試一下 你們可以來兩個人 幫我們抓住這個豬皮四周嗎 抓好喔 我來囉 3 2 1 有沒有怎樣 3 2 1 快了 皮裂了 我的皮裂 我的皮裂 有了受傷了 受傷了嗎 有了受傷了 中間這裡有看到嗎 OK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了 在我今天的實際測試中呢 首先相交你的頭 並沒有辦法削得真的很尖 不好削 再來是 你真的很尖的話 它前面頭太薄了 一放進去冷凍 拿出來的時候 頭其實就很容易碎裂 掉一腳 最後會導致你的頭是很鈍的 那你拿著一個很鈍的香蕉匕首 去穿刺別人的時候呢 你頭刺下去的那一刻 因為你的手握著後面 後面會出力 所以它的身體通常都會先碎裂 導致你的頭還來不及刺進去 你就沒有握把出力了 頭又在這個皮上面這樣磨磨磨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次刺西瓜跟豬皮的時候 它們都是破皮而已 並沒有辦法真的很有效的一次穿透 再來就是如果你硬要做這種植物性匕首的話 我推薦你使用胡蘿蔔的身體 這樣比較硬 比較好握 不會太快的讓身體碎裂 總之今天的結論就是 我個人認為冷凍香蕉匕首 是沒有辦法穿透男朋友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實驗內容 希望這個實驗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想看我做更多電影實驗內容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是什麼電影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今天來教大家做分子料理 首先先準備一顆實驗後的西瓜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西瓜切開 最後再灑上液台蛋 來 大軍 欸 佳哥 你要吃嗎